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就算判了死刑 也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才会逐行 留给被害家属的是无止境的悲伤害苦痛 所以台湾有一种民间的传说 如果被害者的冤屈在阳世间无法成冤高属 那么就可以向第三王菩萨或者是中越大帝申请黑令旗 一旦拿到了黑令旗 就可以在七夜八夜或者是其他的鬼差的陪伴之下 回到阳世间自己找凶手抱头 而且据传领到了黑令旗 就等同是领到了复仇的许可证 就算半途遇到的神明也不能够粗手执打 而有关于黑令旗的传说 也曾经出现在我们过去曾经报道过的几则悬案 有的是因为找到凶手 或者是因为罪证不足 无法将凶手定罪 那么冤魂只好在阴间申请黑令旗自己复仇了 今天我们要告诉你这个案例的 是发生在2021年的10月 台北监狱有一名受刑人 他突然四肢无力发冷汗 他在十分钟之内就被送到了医院去急救 不过还是宣告不治 死因是心道羞耻 但是这名受刑人他在服刑期间 他并没有任何的健康问题 为什么会突然就离奇报病呢 房间开始有种怀文 有人说这名叫做林春雄的寿刑人 他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一名少女 结果被判了无奇途刑 那么既然人世间的司法正义无法获得伸张 少女的冤魂只好自己拿了黑令旗 自己回到阳间来复仇 而这是民间的信仰探索 我们首先先来看到 当年这一期震惊社会的主动少女 奔之命案 2015年5月18号凌晨 这一天新竹县消防局 接到了一通报案电话 电话的那一头是个陌生男子 说竹林桥下 有一个女孩子躺在那边 我还记得没错 他说我不想惹麻烦我姓张 你们赶快过去看 他用公共电话打 男子只说了竹林桥下 却没有告知确切地点 就怕真的有伤者代言 消防局立刻派救护车前往 所以消防局绕了一大圈 竹林大桥很大片 草通一大堆都是杂草重生 从哪里找去 他们找都没有找到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带救人员 再加上对方打公共电话报案 也无从确认起 深夜的竹林桥下 安安静静一片漆黑 会是谎报吗 但是找不到人 救护人员最后也只能收队 却没想到就在三天后 2015年5月21号上午 竹林大桥下拉起了黄色封锁线 21号上午在新竹竹东镇的 和平公园桥堆旁的草丛 发现少女全身赤裸倒握其中 它是在桥镇下方 这个柱子 距离这个柱子 大概40米左右的一个草丛 它是一个平地 这边都草丛有一个凹陷下去的地方 他们就把尸体丢到那边 然后我们到现场 我到现场的时候 下半身脚这边就已经有被火 被火烧过 草丛堆里的是一名少女 她全身伤痕累累 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 扑视在荒野里面 而且惨不忍睹 当下我看了心情也觉得很悲伤 是有什么伸走大汗 把她杀害丢在那边 少女的情况 让当时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的分局长 许峰统也感到不舍 但是我心里想着 我一定要让你成员得选 还给你一个公道 这是所有侦办检警的共同心声 但是要替少女争取公道 将歹徒神之以法 就得要赶快厘清少女是谁 是在哪里热上了要命的麻烦 专案小组成员田国山说 发现少女的是一名少年 跟她的工地公投 两个人是循着线索 才找到驻临桥下 问她怎么会知道桥下发生命案 少年说因为有个 她在网咖认识的国小女童告诉她 跟她炫耀自己杀了人 她去玩的时候 就听到这个谢信女童 跟她讲说 邱小妹 昨天晚上已经被我们做掉了 她叔叔有把她打死丢到草丛 他们说竹林大桥底下 那她没有一个确确的地方 她也跟她讲 被杀死的对象是谁 这个少年她本来以为说 是不是开玩笑的 不以为意 但是她想说 平常这个邱小妹 几乎每天都会来 结果礼拜一也没来 礼拜二也没来 礼拜三也没有来 她就跟她工地的老板讲 一招老师问她说 这个女孩子有没有来上课 她说已经好几天没有来 少年口中的那个死者 是年仅14岁的邱小妹 有轻微的智能障碍 就读新竹某国中的二年级 原本她只是想要确认真假 没想到邱小妹真的失联了 听老师讲说 她也三天没有来 她家长她爸爸也在找 一听完了以后 他们就跑到竹林大桥 后来就在草丛里面 发现她的尸体 你发现了谁是在一起 它是有一种 好像黄色的稻草包的 我们找她早好几天了 那我们有帮忙找 比现在爸爸好多 对 草丛它那是有潮汕 没有全身上的 对 它穿着是有分衣服的 不是 它是好像 不知道是稻草还是什么东西 黄色的这样全身包着 然后脸盖住 我们把它掀开来看 就是Q-Man 她有讲说她几天她没有上课 所以她也有出来找 可是那么但主动哪里找到 找不到 秋小妹的爸爸还有两个哥哥 赶到竹林桥下认识 哥哥难掩激动的情绪 哭得盛似礼节 更强一点 你一家姑娘妹妹也会伤心 根据了解秋家有五个孩子 秋小妹上有三个哥哥 一个姐姐 几个孩子统统都有智能障碍 秋小妹的情况是最轻微的 几年前秋小妹的父母离异后 她就跟三哥还有爸爸同住一起 另外两个哥哥 则由母亲照顾 我记得还有一个女儿好像在世光就好练 收留在那边 她是重度的 她家境不是很不满的 她爸爸做派讲公 她上面有三个哥哥 还有一个姐姐 其实她们五个兄弟姐妹 都是领友身心障碍手册 你知道你妹妹平常 就是交友用到怎么样吗 她平常都是跟她搬上一个女孩子 就是像同学嘛 好在一起 在师长的眼里 求小妹个性善良 而且单纯 她跟原班的班级 跟那些孩子互动比较少 她会跟学习中心的孩子 会在一起 她在一年级的时候 刚开始 因为她社交技巧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孩子本身是很善良的 她会在FB密碗 她有时候会吃一些 比较负面的东西 但是她又一下子又好了 老实说 邱小妹的学习 比一般同学辛苦 平时她总喜欢找老师撒娇 但谁都没想到 单纯的孩子 竟然会遭人杀害 邱小妹是在哪里热上的麻烦 鑽小组锁定了一名 就都国小的谢姓女童 因为她曾经说过 是她的叔叔杀人后 弃尸竹林桥下 现在只要找到女童 找到她口中的叔叔 案件很快就会水漏石出 警察问这个谢姓女童 你的叔叔是谁啊 女童说是阿雄叔叔 警察又问 是哪个阿雄叔叔呢 女童说是林春雄叔叔 听到林春雄这三个字 当地的警方立刻联想到了 是那一个只要喝了酒 就会打架闹事的林春雄吗 这个阿雄 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 叫做冥王 意思是 只要他在的地方 你就看不到太阳 他曾经因为纵火案 入狱浮行过 虽然说是地方上面的 头疼人物 但是当地警方 在一开始 实在也不敢相信 这个阿雄 会这么残忍 犯下这一起 而在新竹的竹林大桥 很跨头前夕 是竹东穹林往来的重要桥梁 桥下的和平公园 平时偶有民众散步运动 这一天却被拉上了 鲜黄色的封锁线 年仅十四岁的邱小妹 遭人杀害起尸 那结果发现 被害人的头部如顶 就是头部上方有严重的出血现象 那表示头部有遭受过猛烈的撞击 那这个是被害人的致命伤 那腿部也有被焚烧的痕迹 那两只双手手背都有被很多被毆打的 欲轻的伤害 那表示有被淋虐过 响咽的结果让人不舍 邱小妹遭到淋虐性侵 身体也被焚烧 小小的身躯究竟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那尸体呢非常的惨 被火烧过 被水泡过 被石头砸过 你来想像说有个女孩子 她到底得碎了谁 发现尸体的少年曾经提过 有个就读国小的谢谢女婆 专小组立刻把女童带回警察局 要问清楚她口中 那个叔叔到底是谁 他都叫他阿雄叔叔 就讲明王的名字林春雄 我们才知道他是他干的 林春雄这个名字 对专业小组来说并不陌生 31岁的他前科不少 老家住在尖石偏乡 跟女友黄晓云没有结婚 有个年仅10岁的女儿 平时他就带着女友 还有几个朋友 陈哲如 何文轩 还有谷之墙 在尖石主东一带到处打零工 因为他们都是打零工 没有固定的居所 工作可能做一天没两天 我今天做到了 我明天有钱花了 他们做工地都是现零的 我要爱做不做 我不做就是没钱 有做就是有钱 我可能做了做了 然后大家有钱来去唱歌 去喝酒 可能隔天就不去上班 有一天没一天的 那可能喝完酒了以后 大家就可能一直起口角 怎么样 所以我说他小处不断 大过不犯嘛 林春雄只要喝了酒 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 当地的警方都知道他 真的是XX大 为什么 因为喝了酒 每次都这样 就是喜欢跟年轻人一起喝酒 然后就会被 就会被想说 人家有什么事情 他都会去挺 看看照片里的林春雄 下巴仰起必逆镜头的眼神 他自称冥王 脖子上还刺了个鬼字 他在社群网路上的照片 跟着朋友不是拿着棍棒 就是聚在一起喝酒 他绰号叫冥王 为什么叫冥王 他的FB 就常常会学说 有我在的地方 就看不到太阳 你看看 他内心里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好恐怖 阳光是代表着光明 代表着智慧 代表着智慧 那个明目代表着邪恶 那种感觉 我一定要让你堕落沉沦 我们是保安警察 必须准备 出来 等等 他之前 他也因为有曾经 拖这个名章 从事山好署 也被抓过判刑 另外有一个案也是 被人家有纠纷去放来 然后拖起到超商 他曾经有两度入依 两度入狱的凌春熊 2014年底才刚出狱 田国山说 因为他跟凌春熊同乡 2015年5月20号 也就是发现 邱小妹的前一天 他在村子里 遇上了凌春熊 当时凌春熊 跟他说了这些话 他跑到我们隔壁的商店 去唱歌 因为他就我们那边的小朋友 就问我们说 你们分居有没有人找我 我说找你干嘛 你只要不犯错 就不会找你 所以前一天 还是这样碰到他 这一席话 让田国山留下了深刻印象 事后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凌春熊当时候 是在跟他探口风 这一次我们也是着实吓到了 因为他这个 就算再怎么样 也不过是打架 在我们来讲 不可能 这个小孩子 会犯小错没有错 但是大概不敢 会去做这种 但是你要说 警官感到诧异 但指证了谢谢女童 讲案情讲得清清楚楚 他说是林春熊跟女友 黄晓云等人 跟他跟另外一名 九岁的曾姓女童 一共五个大人 两个小孩 把邱小妹带到了 竹林大桥下施虐 这是案发当时的监视器 画面中带头的这个女子 就是黄晓云 后头跟着林春熊等几个人 的确是他们带走的邱小妹 当务之急得先把这一伙人 带回来 正案小组得知了 林春熊跟女友 在竹东租房子 大声尽力前往埋伏 埋伏了大概一个小时 他们就回来了 回来了以后 林春熊都不配合 现场就很嚣张了 在大眼大叫 你们凭什么招 尽管不配合 但顶不过优势警力 林春熊跟女友 只能乖乖就范 但除了林春熊跟女友之外 其他的所有人 在短短六个小时内 都被逮了 你为什么要杀他 你不要讲一下 是可以的吗 是为了什么抠脚 他还挺太好笑吗 你为什么要去杀他 你说一下好吗 他是一条人命 你叫六个人 为什么要杀人 这是所有人共同的疑问 面对年仅十四岁 林友身心障碍手册的邱小妹 林春熊 黄晓云几个大人 能跟他有什么样的怨 情财 仇是什么因素 会让这几个大人 要用林怨的手段 痛下杀手 在2015年翻案的当年 林春熊她已经三十七岁了 一个三十七岁的大男人 你有什么理由 对一个只有十四岁的 國二少女痛下毒手呢 而单纯善良的邱小妹妹 她又怎么会 去惹上这一群凶神恶煞 那小孩都可以聊吗 都拍到小杠 小杠 那不是你的 邱小妹命案侦破了 五大两小七个犯嫌 一个个都躲不掉 带头的林春熊 被警方移送时 面对大批媒体 不若其他人 会拿着衣物遮脸 头低到不能再低 看看林春熊 她戴着安全帽 运的镜头 没有丝毫躲藏 反过不认为自己 犯下了什么过错 是因为三字鸡 你就动手杀人吗 为什么要焚尸啊 为什么要脱光她的衣服呢 你们有很深的仇恨吗 你没有焚尸 专案小组说 这一伙人被带回警察局时 面对双手冉险 他们品牌悠闲 黄小云在征讯前 还嬉皮笑脸地 跟警察讨烟抽 至于何文轩在征讯室里 翘着脚吃便当 神情自若 这样的态度 让侦办的警方也摇头 我们都会这样问 你已经把一个女孩子打死了 你还可以笑得出来 一条人命 在这些人眼里究竟算什么 他们跟邱小妹 有什么深仇大恨 追问下去才发现 以往命案最常见的情材仇 在邱小妹的案件里 通通都没有 那我们跑过社会新闻 看过那么多 你说真正要这么凶残 一定要有利润 或者是两帮的黑道之间的竞争 像邱小妹 就只因为口角而已 你要道歉 是不是你叫人 叫人去杀她的 有没有 是你叫的吗 你现在还想道歉吗 你这样很有吗 还是你完全没有悔意 警方想过没想到 竟然会只是因为一个口角 一句脏话要了一条命 那小朋友也没有老实讲是 到底是骂谁 如果今天我是上到你分网里面 我骂你 我是针对你 那我不是啊 我是在FB骂一个字而已 因为小朋友转达给方小人是说 她在骂你 几名共犯说 因为大嫂被人骂 大哥林春雄气不过 要替大嫂出头 原本只是要教训邱小妹 却闹出人命 但是这些说法 林春雄通通不认 她那时候的口风是 真的还蛮紧的 就说不是我做的 所以其他的共犯都说 她是老大 她在下指令 但是她都失控否认 她一直从我们移送到地检署 她都不承认 平时当官的老大 带头到处逞凶闹事的林春雄 闹出人命后却说 她不是带头的也没有教唆 离死不认的态度 不仅警方气愤 连神明也看不下去 主动分局侦察队 有供奉一尊关公 据传相当灵验 远警侦办案件 若是有遇到疑难杂症 也都不请关公来指点迷津 而就在林春雄 被带回警局征讯后没多久 怪事发生了 我们朱队长就跑来跟我报告 报个预告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们那官公奉察的中间 那个杯子突然掉下来 我就跑去看 因为我们那个官公 就是比较高的地方 我就拿个椅子去看 其他那两个杯子 都离那个边缘 还有一段距离 我想那杯子怎么 中间那一个会掉下来 我也觉得匪夷所思 许峰彤说 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再加上奉承的杯子 是金属材质也不清 怎么会突然掉下来 于是他赶紧问问 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杯子 同德 我就问我们队长说 刚刚有发生什么事 他跟我讲说 这个就是林春雄 到现在还不承认 我那时候心里 我想到说什么 我说 哇 在关老爷以前 他还失口否认 这个简直是人神共愤 一定是关老爷 看不下去了 关到一扫 扫到那个杯子掉下来 难道真的 连关老爷也看不下去的吗 只是让人纳闷的事 单纯的邱嫂妹 是怎么跟林春雄 这些前科累累的成年人 有了交集 有人在吗 邱小妹失踪三天没有回家 她的家人都没发现吗 再追下去才发现 这命案背后隐藏的 竟然是社会底层的 弱势被割 很多垃圾 邱小妹妹 她有四个兄弟姐妹 在家里头的五个小孩 每个都领友 身心障碍水村 邱小妹妹她还算是 情况比较轻微的 但一家人住在 没水没电的房子里 因为网卡比较平 所以邱小妹妹 她只要点一杯饮料 就可以坐上一整天 她一天到晚就往网卡跑 也因为这样子 才认识 林春雄零 但却没有想到 她只是一句脱口而出的彰化 结果竟然就惹来了 煞声之火 召唤的铃声在竹林桥下不断环绕 整个河滨公园充斥着哀琪 邱小妹的爸爸还有哥哥 带着邱小妹的衣服来召唤 希望邱小妹能够跟着家人回家 别再害怕了 邱爸爸说 自从邱小妹离开后 她没有一天睡得好 我是觉得我今天这样子 睡到这我这边不会 然后我很想起来摸 我想说 我想说是不是妹妹那个脸跳走 走起来那样子 然后把她跳 慢慢地这样走起来这边 妈妈的 不只邱爸爸有感应 邱爸爸说 有个女儿的朋友告诉她 梦见邱小妹 偷梦给她 叫她帮她报仇 你知道吧 因为她怨恨 死得那么惨 邱小妹含冤而死 是心有不甘 才让亲友有所感应吗 警方调查发现 邱小妹的家中经济状况并不好 再加上兄弟姐妹都领扭伸障手册 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我的网络都不够开了 因为我被开的话 我的手机会换到指标 这是案发后 记者向邱小妹的哥哥探寻 能否看看妹妹的照片 哥哥说因为照片在手机里 开网络看照片要钱 所以不能开 因为对她们来说 风风好好都得计较 她们家不是我们想象的弱势 即便我们家庭是有弱势 我们有领补助 我们还有一个家可以遮风当雨 她们跟她爸爸住的是 已经被反映查封了 可能把封条撕掉进去住 家里没电视 没水没电 一家人住在查封的屋子里 尽管同住一个屋檐下 但是爸爸哥哥都忙着工作 赚钱养家 这个被称之为家的地方 对正直青春期 渴望被爱的邱小妹来说 只是冷冰冰的空荡屋宅 在家里没有网咖 没有电脑 去那边玩一下 所以她大概放学以后 都会在竹东的一家网咖里面 写作业 上网 然后上社会 跟同学聊聊天 等一杯饮料 你想嘛 这个家没有温暖 说南天垫水都没有 那我回来这家干嘛 那我与其在网咖还有朋友 还有人说话也可以网路 所以她到这儿她不愿意回家 就只好到网咖里面 就可以找得到一些成就感 找得到 曾经给她嘘寒问暖 或者动不动 就丢个什么淋嘴过来 淋食过来 她就觉得这个才是她要的生活 她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 被重视的感觉 所以她很容易就沉浸在其中 网咖里有吸来攘往的人潮 尽管座位上的每个人彼此都不认识 但是友人的感觉总比家里好 她常常在网咖出没 都是跟一群小朋友 大概七八个小朋友 大概年纪多大 大概年纪就是国小国中这样 她都在网咖做什么 网了FB 我一个礼拜看到她三四次 邱小妹在网咖里 遇上了谢信真信两个国小女童 一个十一岁一个九岁 两个小女生家庭际遇 跟她差不了多少 因为她们两个的家庭 爸爸可能进去这一天 我妈妈一个人要照顾她们 所以要工作 另外一个女生 因为我是礼物 所以照顾 所以她们想要人来陪伴 所以就两个人就很好 而且坐在同一栋 碰到的这一群人 跟她命运差不了的人 在这个小团庭里面 所以被接纳 被关怀了 所以她会一而再再而三地 重回这个温暖的怀抱 在我们来看是一个 很残酷的一个社会现实 缺乏家庭关爱的几个小女生 成了陪伴彼此的依托 再加上林春雄跟女友黄晓芸 下工后也总爱窝在网咖打电完 因缘忌讳下也认识了邱小妹 这种大哥还有大嫂 那当然甚至有些小朋友 把她当作爸爸妈妈来看待 就好像取代了她现实环境里面 那种家庭所欠缺的 对邱小妹来说 网咖不仅仅是上网打发时间的地方 更像是她的家 那是因为邱小妹不善于表达 情绪与容互动 常常会跟人起冲突 比较不熟她的人很 比较容易 因为不被理解 邱小妹常会在社群网站上抒发心情 这是事发十几天前 她在社群网站上写的 和我一起度过难关 我很伤心又很难过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希望有人在我身边保护我 陪伴我 字字句句都看得出来 她的彷徨无助 小小年纪的她 要的只是有人真心陪伴跟理解 谁能帮帮她 2015年5月17号的这一天 邱小妹一如往常来到了网咖 但这一次她跟谢姓女童 起了口角 那她就打电话 给这个林春雄 她都叫她阿雄淑 又跟她讲说 这一个邱小妹 又在这个网咖里面欺负我们 骂我们 甚至你的王姓女友 也被她骂了 却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口角 一句脱口而出的脏话 竟然变成了邱小妹的索命咒 好 就因为女朋友被骂了一句脏话 林春雄她大发雷霆 她带着小弟们 把邱小妹从网咖压到了一座 小公园旁边的路边 开始对她拳打脚踢 结果有路过的民众 看不下去地出言制止 这帮人才停手了 但事情还没完 因为林春雄她的气还没消 他们接着把邱小妹妹 带到了竹林大桥的底下 在这里根本不会有人经过了 所以除了这几个大人 继续地痛欧邱小妹妹 林春雄她甚至还逼迫 两个国小的女童 你们也要加入 整整零月了一个多小时 邱小妹妹她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 而林春雄这一帮人 他们竟然还有心情 跑去唱卡拉OK 留下邱小妹妹 一个人在桥下 慢慢地死去 我在新竹县的尖石乡 殷杵山区风景秀丽 这里是林春雄的老家 根据了解 林春雄从小家境不好 因为父亲经常殴打母亲 七岁时她的母亲 带着她离家 却依旧摆脱不了被家暴的命运 那童居人一样会打她妈妈 那有一次在过程当中 就是口角的争执 那妈妈拿刀捅了那个童居人 被家暴的怨队 让林春雄的妈妈拿起了刀刃 看着母亲杀了童居人 入肩服刑 这一年林春雄只有十六岁 那成长的历程都是负面的环境 所成长的 它是会形成一个很严重的自卑感 在潜意识裡面 所以她必须要装作 一副很强悍的样子 我才能够掩饰我内心的这种脆弱 跟内心的自卑 她看到这种情况 一天都被淋漏 结果到最后 妈妈竟然拿起刀来 把一个痛苦的来源被解决掉 她解决了这个问题 以后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结果到最后 我就学习到 果然以暴 易暴 这是可行的 更会用暴力的方法 来解决 她日常所遭遇的一些问题 于是林春雄开始在外组邦派 吸收未成年学生 打架闹事恐吓取材 因为只要比人强 就没有人敢瞧不起她 林春雄跟女友黄晓云 两个人有个年仅十岁的女儿 尽管没有结婚 她们却是以公婆相称 或许是因为曾经两度入狱 没有负起身为老公父亲的责任 林春雄对于女友女儿 心中总有愧欠 就是弥补她老婆 所以她蛮亲她老婆 很疼她老婆 所以后来好像是她老婆有跟她讲 所以她就被怂恿 应该算是这样的 林春雄的社群网站上 除了耍狠的照片外 就是女儿的照片 这张五月十八号上传的照片 写着我的宝贝女儿 抱着女儿的林春雄 眼神不弱以往的凶狠 很难想像放上这张照片的前一晚 她才带着同伙虐死的邱小妹 五月十七号晚上七点多 镜头下的主动大同路上 一如往常 出现了几台立像机车后 没多久黄晓云就走进了镜头里 后方跟着何文轩 古之强 镜头没拍到的 还有林春雄 陈卓如 跟两名国小女童 她们的目标 就是网咖里的邱小妹 那就古之强跟陈卓如上去 把她带下来 就在网咖底下的朝商前面 就先甩了一巴掌 不瞒邱小妹用脏话 曼黄晓云 对林春雄来说 或许是对过去亏欠妻女的补偿 也或许是她身为老大 容不下别人诋毁的心态作祟 女友被骂的这一口气 她吞不下去 这样教训不够 然后就刺帖 就把夹在中间 带到夺小的后方一个 人行道 晚间7点35分 林春雄等人 将邱小妹带到了这里 她们找了个四下无人的角落 对着邱小妹一阵拳打脚踢 尽管邱小妹试图想逃 却被抓了回来 她哭着求情却没有用 因为这个谢小妹 她有这个惨叫声 刚好有被路人经过 有看到路人 有一个热心的路人 有制止 就跟他们讲 你们怎么可以打 亂打人呢 那我报警 依据要报警 尽管让这些人 暂时停下了手 但是却没有打消他们 继续施暴的念头 至此以后 他们又反而带到竹林大桥 在桥下桥蹲 桥蹲那边附近都是人音寒字 到最后一发不断收拾 又把那个转移阵地的音 那个让我用很麻烦 到最后又把这个气 发泄在罪落者的身上 到最后又差一点被报警 勒紧起来本金加利息 到最后在一个没有人 察觉的地方 很偏僻的地方 他们一干人 就这样子来虐杀 邱小妹被带到了竹林桥下时 她已经伤痕累累 过程中林春雄等人 还拿起了石头 要两名国小女童也得参与 那你谁不打 我就打谁 所以这两个小孩子也会怕 过程中整个 他们两个小孩子都看到了 那我如果不打她 我是不是待会儿就变成 下一个邱小妹 所以迫于心里的那个 惧怕更大 曾经和邱小妹一起玩在一起 一起聊天的国小女童 从这一刻起 也成了食虐共犯 在这竹林桥下 邱小妹的哭喊声 传不出去了 既然有一个凶险 她竟然跟着女孩子讲说 你要我们 还是我们杀你 这个女孩子她为了求生 然后她当然不得已 她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些人到底有没有良心 这些人都没有良心 一句话 透露出了这一群人的冷血 邱小妹位置有一线生机 却没想到这一群人 人就没放过她 晚间九点多 这一场残忍的食虐终于结束了 林川雄跟着共犯 转往竹东一家卡拉OK去欢唱 独流邱小妹在漆黑空无一人的竹林桥下 她其实这些 这个座位就是让她等死 因为她身体已经是伤很雷雷 你没帮她叫救护车 你也没帮她送医 这个陈姓跟古姓嫌犯 他们两个又跑回现场去看她 还没有活着 结果发现断气了 回去又跟林川雄讲 然后他们一伙就回到现场 要毁尸啊 没记忆 你有把她吗 专案小组说 在邱小妹死亡后 共犯之一的侯文轩 曾经用公共电话 打119报案 告知竹林桥下有女子带救 但是她没有说出确切未知 尽管救护人员曾经去搜索 却无疾而终 而邱爸爸找女儿 找了三天 却等到这样的恶号 要她怎么不心痛 我妹妹死得那么惨 那么冤枉 我还让凶手来这边 就算他们要道歉 你也不接受 我不会接受 我看她摄影机 她手上一打个安全 然后像她妈妈把她拿 拖下来 把我妹妹拖下来打 当然是希望法律 能够把她判处死刑 还我妹妹一个公道 一个教训的念头 忘送了一条命 但是看着奄奄一喜的邱小妹 成兄的七个人 都没有任何人有测影之心吗 毕竟把人打成这样 已经不是教训了 我在想他们可能越打越起劲 打到忘记收手停手 但是那个情况之下 谁敢啊 有些是大嫂 他是被骂的 一出头天 我等一下 我搞不好也被痛得一顿 所以到最后大哥 有什么刺意 我就必须要遵照他的方式 在旁边拔头 看到这个 都没有人有道德的勇气 飄出来喊去 然后等到案子做下去之后 每个人都深陷离找 就算你有回忆 你也不能去报案 虽然你也觉得 这是一些不对的事情 但是也没办法 大塑已经铸成了 你有没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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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一个国二少女 凌虐 性侵 杀人 最后再焚尸 结果一二审的法官认定 这样的人 林吞雄 他是有教化的可能性 所以判处无期徒刑 不过到了更一审更二审 法官则认为 林吞雄他的恶性重大 改判死刑 不过到了更三审 法官又说 林吞雄 他似乎 这些人都不会被判死呢 年仅十四岁的邱小妹 枉死竹林大巧下 这些人下手又多狠 当时候负责协助遗体 修复的陈婷儿 回忆起接手邱小妹遗体 修复的过程 心中人士满满不舍 太阳穴是被打凹掉了 他的情况真的非常糟糕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左脚 免不见了 大脑是生命中枢 拿经得起一再重疾 邱小妹的头上满部伤痕 严重的颅内出血 是他的致命伤 再加上被丢弃在荒野蔓草中 他被发现时 早已布满大小蛆虫 青窗就八九个小时在那里了 我们每一只都挑掉 为了让邱小妹 能够以最好的样貌 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每一个环节 都得要仔细修复 我心里会跟她说话 我把你脚接回去了 你赶快去抓坏人 2015年7月9号 西竹地检署 整的林春雄等人 依强制性交杀人罪 毁坏遗弃弃尸体罪 提起公诉 竹刀分局承办人田国山说 就在案件进入地院审理时 某一次她负责介护林春雄 到医院进行精神鉴定 再看到林春雄时 她的身形瘦了一圈 跟以往胸腿的模样 完全不同了 她收压那时候 就已经开始瘦下来了 对 我看到她的时候 是蛮白的 而且有瘦一圈 那上了球车以后 在路上 那林春雄就叫我来 说叔叔 我都承认了 干嘛还要鉴定什么 她说就给我一枪就好 给我一枪 这是林春雄的说法 她说她都认了 鉴定多此一举 她说不用 她说我都已经想很开 我都承认了 不要再做什么鉴定 我觉得当下她是有 鬼过之心的 2016年6月24号 新竹地方法律一审宣判 认定包括了林春雄 在内的五个大人 尽管手段凶残 但是她们都有教化可能 被告五人 虽手段凶残 恶性重大 尚难任全无私以 一般教化可能性 而均需以永久 隔绝社会之必要 故被告五人均判处 无期徒刑 一句可教化 五个人逃过死刑 这样的判决 对家属而言 当然不服 孩子无辜枉死 他在人世间的公道 家人当然要提答力争到底 却没想到案件 进到了二审 除了可教化之外 法官认定 林春雄等人的目的 只是要教训 没有杀人犯益 因此将杀人罪 改为较轻的伤害致死 林春雄成哲如判无期徒刑 黄晓云 何文轩 吴志强 则改判二十到二十八年的徒刑 他已经把我女孩押走 把小孩子押走 然后押打 然后兴趣 把人打死了 然后又去唱卡罗卡 唱卡罗卡 連被打死的他还不放过 还叫人去买汽油 灭屍 这怎么会是说 没有杀人的犯医人 搞厌的法官真的 这样判真的不公平 对小孩子的 没有公道也没有正义 什么叫做没有杀人犯益 监色的法律词汇 邱爸爸不懂 他唯一知道的是 他的孩子 就是这一伙人害死的 而且他们用最残忍的手法 夺走了他的女儿 那林春雄她说她要上诉 那已经侵犯了 你还要上诉 那我都不服了 我这边我会上诉的 小孩子回不来 又没办法还给我 你道歉有什么用 我都没有接受了 都不给他妈妈 她说为什么这些人都不会死 你要跟家庭做什么吗 公道正义真的有这么难吗 2018年8月8号 葛医省法官听见了家属的声音 做出了改判 法官认为主嫌林春雄被打以后 不见悔意 依加重强制性交杀人罪 判处死刑 认为被告林春雄被处以死刑 无法实现社会正义 依法判处被告林春雄死刑 葛乐成的法官更认为 尽管无法证明 林春雄有无教化可能 但是东方事件 奉杀人长命为铁律 大法官也认为死刑不违宪 再加上有少数国人错误认为 杀人不会判死 司法有必要表彰社会正义 最重要的是 教化可能不能变成是 恶劣凶贤的面词金牌 还是你完全没有回忆 出现林春雄死刑 其他四名共犯 通通改为无期徒刑 从一省到更二省等了四年 家属终于等到了 他们心中的共平正义 却没想到 2019年12月24号 更三省再次改判 而这次的判决 重击了家属的心 包括林春雄在那个五个人 通通改为无期徒刑 因为更三省的法官认为 林春雄等人的犯刑 是属于杀人的不确定故意 非属两公约认定的情节 最严重之罪 也有教化可能 2020年4月1号 在公法院 驳回上诉全案定验 林春雄等人 确定逃过死刑 得知自己逃过一死 一个媒体询问 林春雄双手何时 没有多说话 对林春雄来说 禅送的五年 他博得了一线神迹 但这样的判决理由 谁能接受 对于一个没有深仇大恨 而且有智能障碍的孩子 施虐 性侵 羞辱 焚尸 这不叫最严重 什么才叫做最严重 这个事情 为什么会到人神共分 就是说迷一群呢 围攻一个小朋友 围攻一个女孩子 这个没有杀人的故意 什么叫杀人的故意 承听而说 在看过邱小妹的状况之后 这样的判决 他真的无法接受 他说在无期判决后的某一天 他到夜市去买果汁时 遇到了邱爸爸 邱爸爸先看到我的 他叫我 他说陈小姐 他说邱爸爸 他说你怎么还记得我 我说我记得你啊 我就说你有看到那个新闻的判决吗 他说有啊 他说不难能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呢 这句话听在陈婷娥的耳里 是觉得酸楚 因为他没有办法 他可能甚至想要上诉 但是他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 定约的判决 邱爸爸也无力回天 纵使想再多说什么 也只能无奈接受 但是对林春雄来说 讨过一死他仍不满足 定约后不到半年 他就申请再审 想要争取更低的刑度 你会替这个死者很不值 这些人好像都没有付出他的代价 这些人好像都不要不急 还记得办案原警曾经说过 林春雄等人的守法 人神共奋 连官老爷爷看不下去吗 还记得邱爸爸曾经说过 邱小妹曾经回来托梦 气宿 为什么这些人都不会判死 没想到这些话还言犹在耳 2021年10月22号 就在无期定验后的一年半 却突然传来消息 林春雄在监狱里猝死了 那天早上 林春雄在台北监狱 刚刚吃完早餐 要到工厂工作 突然之间 他感到四肢无力冒冷汗 接着就昏倒在地了 虽然很快他就被送到医院去急救 不过还是宣告不治 在死鹰的记录上面写的是 心跳休止 而弔诡的是 林春雄他在服刑的期间 他没有什么就诊的记录 健康也没有听说出现过什么样的状况 但为什么他会突然之间离奇暴毙呢 有人说 这就是台湾民间传说的黑令旗 那么既然人世间的法律 无法伸张正义 那被他害死的邱小妹妹 只好从阴间拿黑令旗来复仇了 有关于黑令旗的传说 导致了林春雄离奇暴毙 但是因为家属拒绝解剖 所以事实上也无法得知 他确切的死因 2021年10月22号 上午8点多 救护车开进了台北监狱 因为关押在这里的林春雄 身体突然有了状况 他早上8点多搭了工厂 就说他身体不舒服 等到急救送医 他就这样挂 到最后不治 短短两个小时 林春雄平时无闭无痛却暴毙了 消息来得突然 不少会生会的民间传说开始出现 有人说是邱小妹 手持黑令旗来所命 一个健健康康的人 也没有任何征兆的人 在这个情况下 而且他也年轻 不是说那年纪很大 一个小时的就走了 当然人家会觉得说 你看这是一种因果报应 民间信仰 亡者若是含冤而死 心中有怨 可以向地藏王菩萨 阎罗王 或是冬月大帝请令 重回人世所报 黑令旗你要去请的话 这是考究或审核 是非常的严格 那我们讲说这个是所报的 黑令旗是无形的 而且这个黑令旗给你之后 就好像是通行证 我们常常讲说阴阳隔离 对不对 人死之后你下了地狱 或者到地府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轻易 上到阳间来的 那这个阴阳隔离的话 那你怎么可以上来 这就是要特许证 这个黑令旗就是一个特许 你上来之后所有的神明的话 他也不能够阻挠你 他只能用劝说的方式 希望说你能够化解 到底是不是黑令旗 因为我也没看到 所以我也没办法去做判断 我们只能想象说 这个女学生 被她们害死的过程之中 是相当的残忍 是否是黑令旗所命 无从考究 但确定的是 天理昭彰 暴露不爽 我觉得冥冥之中 是老天也看不下去 逃得过法律 逃不过老天 我们常常讲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死后未报 黑令旗是宗教信仰的民间传说 但如果人间有正义 又何必阴间来执法 你是想走过此情 要求说法 其实我也觉得说 黑令旗这个东西 到底是真的存在 还是假的存在 因为我看不到 像现在到底 有没有十八成地域 有很多人没看过 这是劝戒世人 那黑令旗也是相同的理由 因为对于这种太残酷的 你是对被害者 还有家属的一个慰藉 你如果没有得到 现实的慰藉的话 他那个积怨在心里面的话 那被害的不仅是被杀死的 那个人 是他们家里面的人 他会怀着这样的仇恨心 因为你不能要求每个人 都是大爱的宗教家 有得宽容你 有得饒恕你 那是不可能 那个有为人性 对不对 好 那你既然没有办法 在现实看到果报的话 而且司法也不给他判死去 那可是这些家属 他的慰藉从哪里要得到嫌弃 没有办法 那没有办法的话怎么办 除了说这个人 可能会死后下地域之外 那就现在就是讲黑令旗 你就可不可以拿黑令旗 回来之后 讨论你的果报 让大家看到说 这就是一个报应 宣扬这样的道理 让人家说至少都不会很多 社会上很多人心 让很多社会上的一些仇恨 慢慢地消除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起诉 我是鲁梅翔 我们再会 来啊 请不吝点赞 其他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